我们现在已经离开道成雅丁 我们车子边走 我们还是会回到道成 我们还是会回到道成 道成雅丁两个是在一起的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进入第六天的行程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就是红草地 还有青阳岭 这个地方春天来是翠绿色的 然后秋天来是黄色的 所以一年四季 我们是不是要来两次呢 所以其实春秋都是美景 那春天人比较少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边 一百零八个塔市 会穿吗 好穿哦 因为这里三千七百五 你们快乐吗 快乐 来阿嬌玫瑰 你每天都要 耶 这两个不是冬季的 但是那两个大冬季啦 三冬季的 拍张冰季的 哈哈哈哈 春冬啦 春冬你几生 我春吃 我也春吃 这么多 好 好 这个我们张先生 我们一楼都要吃他 在这里把他洗桌子 这个我要特别介绍 他是我们这一团里面 最年轻的夫妇 也最会爬山的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好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你摸桌子那大 回来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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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叫他给你付这件 叫昆山的给你付这件 好来 这里是哪里 豆子 哇 这有够厉害 海拔多少 三千七百 好三千七百就算对了啦 三千七百 来 玫瑰快点啦 来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快点来快点来 剪刀 石头 布 石头 布 不要再剪 再剪刀 我常说那个故事 你知道吗 那个露灯的都是最危险的 哈哈哈 剪刀 石头 布 动物到天洗 只要那个露灯的都是最危险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好多都是 其实都是祈福的 这个地方就是稻层 以前本来是要种稻 结果种稻 种不起来 变种羊树 所以这边的人青羊树 可以说一个人一棵 哇 这一家餐厅 这一家餐厅是当地最有名的菜 哇 每一道菜都是好吃 你看看老板都笑了 哇 这一家餐厅 我回去帮你宣传 到礼堂一定要来这里吃 这是礼堂最有名的一家餐厅 它不是很的 葡萄香餐厅 这一家真的很好吃 我们要把它记住 一定要 世界高层礼堂 礼堂海拔5050 所以 昨天晚上下雪了 哇 昨天晚上下雪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边 都已经六月底 七月份了 你看 现在车上又 外面又在下雨 然后我们现在又在走 天堂十八弯 我们回到雅江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雅江 那雅江就是 我们要去康定的途中 经过雅江这个地方 那雅江大家一定也不陌生 我们途中 我们经过几个城市 色彩很鲜艳 所以称为摄影家的天堂 这个季节 其实看起来也相对普通 这边 这边为什么会称为摄影者的天堂呢 因为这边有山有水 加上这边的建筑物都很特别 包括他们路上的灯 你看 哇 这是什么山 露出一点点来 半建筑 这一条应该叫米江吧 哇 不是 这边叫做康定 所以这一条不叫 好 这一条不叫米江 这一叫 这个叫折多河 我刚刚讲的是错的 这里不叫米江 这是折多河 那这是我们在康定住的餐厅 你看他们都有 他们用当地的元素 他们的特色 来做他们的饭店 盖饭店 就是他们用石头 像我们石板屋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 这边也就是干支藏族 自治区的首府 所以大家都已经知道 康定 自古就是藏区通往中原地区的一个门户 又在吃饭 又在吃饭了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一首 有一首歌 很有名叫 康定情歌 所以他扬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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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前菜鸟 大家要好好的吃 这三位是吃素的 他谢谢你们吃素 为我们带来了福气 那这是我们饭店后面的折多河 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康定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情有 短短溜溜的早在 康定溜溜的城有 然后坐在我们饭店 轻轻的哼着康定情歌 事实上这个是孩子的时候的回忆 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唱完 但是这个吊吊还记得 唱得不好 你们就忍耐的听一下 就是我们来到康定这个地方 我们住的饭店 我们的房间看出来就是这样 这是我清晨拍的 然后这边是附近人家买来当度假用的 这个不是饭店 这边这是一种大楼 一种他们度假式的 不是敏江 是折多河 当然不要讲敏江是错的 这一条不是敏江 这叫折多河 那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康定 我们今天要去康定 会去看如定铁索条最漂亮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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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